歡迎來到古董長笛讀書會 我是雅酌藝術總監卓彥秀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三位貴賓 來為我們繼續探討 古董長笛的發展跟歷史 我們第一位邀請到的是 蔡嘉芬教授 蔡教授好 大家好 我們第二位邀請到的是 長笛的收藏 古董長笛的收藏家 在台灣算是還蠻小有知名度的 徐志勇當先生 大家好 然後第三位我們邀請到的 也是長笛家的游瑞琳教授 游老師好 大家好 好 我們上一季 上一集 上一集 上一集我們討論到的是什麼樣子的主題 我們上次討論到的是長笛按鍵有開孔跟這個閉孔的差別 對 那我們這一集呢 游老師可以告訴我們我們想要討論的話題是什麼 上次是按鍵 那這次要講下面這個陰孔 這個開孔的位置下面有一個陰孔 這個呢我們有一個構造叫做漢孔或者是叫做抽孔 哇 漢孔跟抽孔 那我們可不可以針對這個漢孔跟抽孔 它到底是什麼 就是如果剛學長笛的小朋友或者是家長 他會想說我們在挑樂器的時候 這兩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可不可以由許大哥為我們介紹一下 OK 漢孔跟抽孔 所以一般來講是針對金屬笛 也就是現在金屬笛才有這個區分 那漢孔就是說它是用管子上 然後焊一個圓圈上去 焊以後然後再把中間的孔挖掉 挖掉以後形成陰孔可以對流 然後抽孔的話就比較簡單一點 它就直接把這個陰孔打一個小洞 然後因為我圓錐形的拉 那我們就要錐子把它慢慢拉起來 然後順著這個把陰孔的那個金屬 拉起來變成一個管狀的直的90度 所以有些人也會說是把孔這樣嗎 對 把孔就是從翻譯過來的名詞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是把孔或抽孔就是 從原來那個管身的材料把它塑性出來 可是如果是焊孔的話 就是我另外再拿一個 piece把它放上去 是 我一直以為這個 不管怎麼樣都是先挖個孔 我也是 對 然後再放上去 原來是先把一個陰孔圓圈先放上去 然後再去挖 再挖掉 這個是我第一次學到 真的很棒 那今天我們許大哥帶來了六隻 六隻古董長笛 許大哥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六隻古董長笛 它的來歷跟它的材質 或是特殊的介紹 先簡單講一下年份跟材質 OK 所以我先從最古老的一把 就是說這把是塑膠的笛子 基本上 因為在當時是木材或者塑膠做法 它們並不需要抽孔或放空 這是幾年 幾年 這是在1890年代的 1890年代的 1890年代的塑膠 塑膠底 塑膠就這麼先進 對 那那個年代就是在那個 GOOD EAR 我們講GOOD EAR GOOD EAR 它當時發明了最早的 橡膠硬化的一個技術 那這家公司當時就是很追星 當時最新的材料 它就拿來製作場底了 OK 然後它的做法就是 我們上面看到 它不需要吹焊孔跟抽孔 它直接因為管子夠厚 它直接加工 洗一個平面 就可以做我們皮墊的一個支撐了 OK 所以這個需要厚度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 對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講這個製作 所以厚度是個關鍵 是 然後第二把的話 是這把 大概1895年代的一個 一個 它是從木底做到金屬笛 然後它就是漢孔 找些漢孔 這個叫CRISPR 它是德國的笛子 這一家做那種傳統式的家 建的木頭笛非常有名 然後這是它嘗試做貝姆的一種 對 然後它的這個陰孔就是漢孔 早期的漢孔它是說 對 跟起來很高 它的漢孔超高的 對 它早期的話 它們是用 所謂鑄鑄的方式做陰孔 做鑄鑄的話 它的厚度跟高度會比較厚一點 沒有辦法減重 它這唇墊有點特別 那個是塑膠還是 這個大概是德國的專利 他們在這種 什麼材質的唇墊 我們叫Evanine Evanine 應該是叫一種 也是跟它有點類似 它是比較 德國專用硬化的一種純墊 硬化塑膠的純墊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這一把 這把也是德國的笛子 它比較特別是說 它早期的抽孔 事實上 它是沒有捲邊的 它直接把陰孔抽起來 然後洗瓶就當成一個平面 在跟皮墊接觸 所以捲邊是一個比較 這樣後來發展出來的意思 捲邊是因為我們當時 如果不捲邊的話 發現我們陰孔在太瑞月 陰孔容易會刮破 魔索就比較大 會不會刮到皮墊 皮墊 然後後來他們就把 金屬的熱處理做得軟一點點 讓它拉高一點 然後把它捲回來 然後把它捲起來 變成一個圓屋形 這一把就是這種做法 捲邊的 捲邊的 現在的現代樂器其實 拔孔都會有捲邊的 對 後期都是為了 維修跟各方面會把它捲邊 因為這個技術到現在 已經也比較成熟了 然後再來我們往下看的話 這一把比較特別一點 這一把我看一下 大概是1936年 35年的東西 然後比較特別是說 它是拔孔加焊孔 什麼叫拔孔加焊孔 怎麼弄 就是它焊孔上去之後 再把它捲邊 不對 是先拔孔 拔上來 對 拔上以後 然後再 它那一圈 它用焊的方式 再焊一個特別的金屬上去 焊在那一圈上面 這麼費工 對 因為 一方面是因為 這個金屬太硬了 它沒辦法拔很高 第二個是因為 當時這個材料取的 他們覺得這一圈的話 他們有加固銀色的效果 所以特別加就是把焊一圈上去 這比較特別的做法 就是我們說的拔孔加焊孔 這個在歷史上 就是比較少見的做法 因為真的比較費工 真的 而且我發現剛剛的這一隻 它只有兩節耶 這是我們一般講 One Piece的做法 就是說它的 我們除了頭節可以分離以外 它的身體跟尾巴是做一節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是說 第一個物理上的傳導比較好 我們沒有尾巴的一個肉絲 第二個你不用煩惱 哪一天尾巴會掉 真的 不要笑 不要笑 因為我們的學生 常常吹一吹尾巴都不見了 我有看過音樂會有人 真的在台上 對 因為這確實就是省一個麻煩的 對 然後最後這把的話就是說 大概 這長得很像棒球 棒球棍 棒球棍 對 鋁棒 這是鋁嗎 這一把比較特別是在 看一下 1967年 1967年 德國的鋁合金的底子 真的是鋁 鋁合金 我們這邊我是 暱稱它叫魚雷 魚雷 魚雷 事實上他們比較在 歐洲他們的暱稱 是叫雪茄式的場底 真的比較像 那它的鋁也是鋁嗎 鋁它是用一般的白桶下去度飲 因為鋁來講 相對來講就比較軟一點 你要熱處鋁 在當時會比較麻煩 是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是安全 就是用一樣當時最流行的材料 可是它的安全好漂亮 它是那種很現代的那種方形的感覺 所以這一把的話 我覺得它的設計是蠻現代化 對啊 有點現代感的感覺 現在看還是蠻前衛的感覺 蠻前衛的感覺 現在看還是很前衛 但是它的想法這把 它就比較偏木頭聲音 因為它的尾巴收起來了 不只 因為一方面是因為造型 跟我們拿的一個比重 平衡 另外一方面來講是 而且它有換孔或拔孔嗎 OK 所以它我說它比較特別 它的做法是要像木底的做法 所以它包括它的聲音也像木頭 用挖的就對了 它是跟木底一樣是做 然後做一個挖孔 然後做一個皮面出來 所以它夠厚就對了 夠厚 這我們等一下會講說 它會很重嗎 夠厚又是鋁合金的話會很重 鋁合金在金屎裡面 它是最輕的 它大概比木頭重一倍 重 所以還是很重 比較重 有時候我們拿這個油漆 有時候不只是輕跟重 而是說那個感覺 其實是那個重心的配置 對 我們講那個人體工學 平衡感 平衡感 這六把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背景 那這個鷹孔的拔孔跟焊孔 它在音色上面來說 我想問一下 有差別嗎 對有沒有差別 老師們是用拔孔還是焊孔 我自己 初學當然沒有人會有焊孔的 對 可是後來我們就是比較 比較進階到那種手工的 我自己買的話 我也沒有非常刻意 可是大部分都是焊孔的 但是我是聽說 因為就是說 焊孔它因為聲音 會比較厚實等等 當然你就會比較難吹 因為你的份量 材質等都變多了 所以這是我的理解 那所以說焊孔的話 它的聲音 如果你吹得動的話 它應該這個延展性 或者是你可以發展的那個 可能性 感覺上是比較多 然後如果是拔孔 因為你是從同一個管子 把它拉出來 所以它比較薄 可是它容易發生 輕盈 快速好吹 這是我理解的 這個 這兩個優劣的樣子 那有老師呢 其實我之前用的兩把鷹底 都是焊孔的 然後後來換了金底 一方面是經濟因素 所以大家知道焊孔其實比較貴 那個工法就非常的貴 而且材料是不是用比較多 對啊 它會害一個新的 一個另外的一個物件上去 對啊 然後我自己這樣子轉換 不過因為我剛好有金跟銀的換 然後又從焊孔換到拔孔 我的確覺得拔孔比較輕盈 然後因為我換到金底 我也有點擔心它太重 所以我也比較有故意去選擇 所以你刻意去挑一個比較輕盈 就是不要太厚重 對 有一點這個考量 然後也有經濟考量 我們剛剛其實講的都是跟厚重 什麼有關 那看 這許先生 有沒有第三 還是說 還是說我們 還是說我們兩個都錯了這樣 都對 都對 都對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樂器的影響上 我們先除去說重量各方 其實這個都會有影響 包括任何把樂器做小小的變動 其實你夠敏感 你就可以發覺它差異存在 是 那要談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會首先從它的歷史來談這個事情 你們知道說 你們認為漢孔跟抽孔哪一個歷史比較久 漢孔跟抽孔 好 要猜的嗎 對 我要反過來 我要反過來 我要反過來想 因為我第一個想法可能是就是說 抽孔 因為對我們來講比較輕盈 所以它可能是嫌 但是呢 剛剛想一想可能就是說 應該是先 先漢孔 這個技術 然後才發展抽孔這個技術 我是反過來想 答對 哇 聽到了 就是 就反跟反這樣子 負負得正 那是不是跟原來是木頭的狀態是一樣 就是木頭是用挖孔 那 漢孔也是一個挖孔的概念 這個我們說要談到說 長底的歷史 比較特別說 我們長底其實最慷慨當然知道 不是這種樣子的 一開始就是 我們像文藝復興 甚至是沒有案件的 那我們回想說 有點類似我們現在中國 中國的梨子 它是一個材料就是挖孔 然後再來蓋一下 那時候 我們並不需要做挖孔、漢孔 因為我們鎖紙就把它蓋好了 OK 然後我們到86年代 我們開始出現 One key的笛子 One key 我們現在六孔一樣 但是我們注意到 最尾巴那個孔 OK 那個孔我們是個案件 對 OK 我們因為有陰孔 因為案件的出現 所以我們的陰孔必須是個平面 OK 那我們蓋著才能蓋得平 對 所以當時在木底的時候 最初期的木底的案件 他們基本上 在做法中 在陰孔上面做個平面 平面我們案件的皮墊才跟它密合 對 這是陰孔的 我們開始講究陰孔 是從這時候才開始需求 然後 我們最早期 我們講說 從One key A key 到背母裡的時候 OK 因為它有個厚度 那我們強調說 我們皮墊 陰孔跟皮墊必須配合的 對 所以因為我們的這種笛子 它的管身夠厚 所以當你要洗平面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肉是夠厚的 我們可以洗一個平面 然後皮墊可以結合 OK 所以在這種厚管壁的樂器上 這是沒問題 人家要做一個平面 讓皮墊可以密合就好了 可是我們回到金屬底來看 金屬底 如果假設一個管子薄薄 你把它打一個洞 事實上它是一個曲面 沒辦法做一個 閉合的動作 OK 所以相對的 它就要模仿我們這種笛子的厚度 把它拉高 金屬底 其實我們上一集有講過 大概是在1832是剛開始嗎 大概1847才是真正的 事實上金屬底的發展 大概在18初起就開始 就開始 在類似那種 家庭的地址 就已經有在上市 可是真正比較大量在推 是從背母用了以後 然後經過法國學院 用大量用銀底下去做 這時候金屬底還是慢慢去推廣出來 對 所以就回到講這個銀孔 就是剛剛的歷史 到了這個 就是金屬底開始有的時候 對 那早期因為加工方式 我們了解在那個年代 大概18初期 甚至還沒到工業革命的時候 我們的管子的加工 事實上是沒辦法做抽拔 因為我們沒有機器 沒有拔 所以最簡單 我們像在做珠寶醬 他們用焊的方式 把它焊上去 然後挖孔 造成這個平面 以後再把它磨平 或者跟我們皮片做一個器 所以 蔡爾斯剛剛講的沒錯 所以開始是用焊粉的方式 然後 至於抽拔發展 我們知道是在1914年 那個很有名是美國 Hans的一個專利 Hans有兩個兄弟 其實他的 應該是他的哥哥 大概18、19幾年 就已經做中腸子 用抽孔方式做出來 然後只是說 1914年 由Hans專門 把這個專利請下來了 那其實他當時 在請專利的說明上 都說他認為說 這種焊粉鼻子 像嘉芬老師剛剛講的 它的管子比較薄 所以它的震動跟發音 會比較容易 容易催 那其實 抽孔 對 抽孔 那背後上 其實我們講實在 以現在的製造來看 它是便於大量的製造 因為戰後人口的一個爬升 對底子的需求很多 所以他用抽孔方式 抽孔就有點半機械化 所以他抽孔比較快 對 焊孔要一個一個去挖 一個一個去磨 所以他歷史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有一個概念說 在管生夠厚的底子來講 他是不需要做抽孔焊孔的 是因為我們要做金屬敵 然後才需要做焊孔跟抽孔 來墊高這個高度 那為了就是讓我們皮墊 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 對 是 它的歷史格遠大概是這樣